继上一届在小组赛碰头之后 丧巴军团巴西再次迎战老对手墨西哥 巴西一开始就摆脱慢热状态 以行云流水的传控突破墨西哥的防线 并在下半场第51分钟 由当家前锋内玛尔推射空门取得领先 无力反击的墨西哥没能制造太多威胁 索性门将奥乔亚贡献了八次铺就 力宝反超希望 但在比赛第86分钟 依然抵挡不住内玛尔的射门 让替补上场的费米诺不设得分 2比0终结比赛 巴西顺利晋级 也使得墨西哥写下连续七届 倒在16强的尴尬纪录 我感觉很棒 但我好像有个疾病 比赛很难 我觉得我们试试 感谢她 最后全都很好 但很难 我才能忍受到最后 欧洲红魔比利时迎战亚洲竞旅 日本一致被看好可以轻松闯关 但没想到日本顽强的武士精神 差点就成功半倒比利时 双方在上半场毫无建树 但进入下半场 日本队在短短七分钟内就打进两球 看见了晋级的希望 比利时随即调整战术 利用身体优势祭出高空长船攻势 成功借由两季投球将比分追平为2比2 进入捕食阶段 比利时成功把握防守漏洞 一路杀进日本的禁区 推射破门 以3比2反超 绝杀篮武士惊险闯关 顺利闯关的巴西和比利时 将在这个星期六凌晨2点 展开八强赛对决 争夺半决赛位置 NTV7综合报道